大家好,我叫刘彼得 是Broker Associate Remax Accord 每个月呢,我给大家简短的分析一下 旧金山东湾房地产的走势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给我来电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 东湾的一些主要的大城市 这次Moraga卖掉了几个贵的房子 所以它的均价是最高的,2.6 Alamo平时都是第一名 这次委屈第二,2.4 其他的呢,La Fiat 200万 Demiel 1.9 其他高的 还有一些就是Cheromone 1.6 Wonder Creek 1.48 Pleasanton也是1.48 49 然后Berkeley呢,150万 其他的 Orenda这次卖了三个房子都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它的中间价值是120万 这是比较初期的低了一点 Oakland是86万 Pleasant Hill差不多正好100万 然后看来这个中间价值是怎么变化的 跟去年两月份 Orenda是跌得最厉害的 百分之五十 其他的除了 Moraga 涨了百分之二十四 Pleasant Hill基本上持平 Alamo百分之十八跌了 Danville百分之二十 Lafayette快百分之三十 其他的呢 Pleasanton, San Ramon都是百分之十六 Wonder Creek和陶西百分之十二 这样了 Berkeley百分之九 然后他售价和列的价钱的比例呢 Berkeley百分之十五 Oakland比售列的价钱高了百分之九 Orenda 这次也居然高了百分之七 Moraga百分之四 Wonder Creek也是百分之四 河道西也是百分之四 其他的基本上就和卖价和列的价钱基本上都差不多 在上下百分之一左右二左右 然后看一下在市场上的天数 变化比较大的是Orenda 它是涨了五倍 原来是六天卖掉 现在是三十天 Pleasant Hill也是 涨了也快五倍 San Ramon涨了四倍 Danville涨了三倍 Wonder Creek也是快两倍 所以一般你看 这里都是快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 San Ramon快要两个月放在市场上才能卖掉 其他的话 Moraga当然这个是四天就卖掉 这个是少有的几个亮点了 La Fiat 15天也是跌了百分之四 Alamo跌了百分之三十 就是说十八天比以前短了一点 这些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如果您关心的城市如果不在这里的话 欢迎您给我来电或者说微信 我的微信也就是我的手机 925-708-0917 前面加个1 好 欢迎大家的观看